部分來講台電在這個單前鋒的位置選擇上 現在越來越多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台電很好的看點 他應該會更想要前壓 然後讓林建勳可以擔任 算是4-4-2前鋒這樣的一個角色 來跟黃漢森在... 特意就是好像是禮貌 但其實是大腳往對方的... 被對方門這樣稍微擋到一下的話 門前也還有朱立成可以做補門的動作 所以你看到這些選手們在拿球之前的時候 都會不斷地...就是左右著在看 你先來看一下這個...快速還很容易對不對 是...而且... 好像是史上第二個 不過其實...我個人...之前我的了解是 但是他應該算是第一位 就是說... 球團還蠻不錯的一個門將 有的時候真的... 在我們看一些歐洲賽事當中 會發現到就是說... 弱隊真的出強的門將啊 就是因為... 他真的會不斷地有更多的磨練與機會啊 就是五人之底啊 其實過去在... 國下對五人之... 其實都蠻有他的身影啊 只是他的身材... 上是比較矮小的部分 這個部分真的是... 就是守門員算是有點... 劣勢的部分啊 畢竟身材比較高大 如果... 反應... 雖然慢的可能... 0.01秒 可是那1.01秒... 這次我們沒有這個角球了 沒錯 而且今天台電連續兩次... 就是高俊宏開這個角球都是... 早知道剛剛就直接接下來 但其實... 我們專業... 剛剛阿菊講到專業的... 前面的人沒有幫他... 這個... 沒有... 太大的一個動作 卡住... 剛剛頭槌建功的黃漢生啦 對啊... 展元剛剛說黃漢相扣... 用放球來比喻好了 一個... 一個球... 邊邊角角... 裁判判壞球 對不對 就像剛剛這個... 這個... 催...催他犯規對不對 沒有啊... 他明明是好球... 就催壞球要保洞了之後... 你該接下來的球... 露掉... 我們會讓這樣的機會... 做出來... 對啊... 剛剛可以看到... 劉佳明其實跟... 高俊宏... 當然高俊宏已經先... 創造出來的這種進球機會... 大概都是0.8... 0.9... 幾乎可以百分... 能力喔... 對... 要擔任一把大鎖喔... 看起來... 台電這邊在平面的傳導上面... 彼此之間... 站的畢竟... 還是有點... 比較... 開的一個狀況喔... 所以其實... 很... 高俊... 台電落後... 以積分落後... 給... 但是... 最時尚... 最經典的一刻喔... 如果... 假設... 而且... 重點在他是一個... 就是... 不大懶惰的選手... 他在場上... 是不停不停的... 昌倫進場之後... 在... 不斷的積極進攻喔... 是... 想必門前是... 門戶大開的狀況喔... 但他... 有點... 真的覺得... 他如果... 無私一點... 分給隊友... 去做破... 那一下... 背號十號的... 徐毅... 他也是... 也是總教練級的喔... 是木蘭FC的總教練喔... 球員... 那他也是... 女足的總教練... 那一球... 那一球真的... 非常強勁... 但剛剛這球... 無業術有點... 打得太正了一些喔... 沒有... 如果你都是在這種... 中場射門來講的話... 這個進球機率... 就不是那麼高的情況下... 欸... 在這個... 這個評比標準... 就會是比較低的一個情況... 有的時候是... 特別是戰術的部分... 就是說... 我讓你射十次好了... 可是你都是那種... 角度很偏啊... 或者是那種... 剛好在... 一些啊... 有的時候... 手們一出來... 再橫傳給Benchy... 像剛剛... 台電那樣的一個進球... 慢了半拍... 結果... 台電的... 呃... 後衛人員都已經回來了... 對... 真的... 差了一點點... 台電... 台電真的... 他們的回防的這個速度... 真的是很不錯喔... 時間下最後的十分鐘... 還是兩球的差距在那邊喔... 好踢或不好踢啦... 但是真的在這種... 青少年... 或者應該講是... U層級的賽制當中... 充滿著各種變數喔... 有的時候真的就是會... 場上面還是有留友人... 那這種... 有手轉攻的部分... 航運這邊... 雖然說... 送到中場線這個位置... 但是前場沒有太多的... 選手... 站在有力的位置... 可以讓他... 大腳的轉移之後... 可以有個... 一對一的單刀機... 航運OFC... 在這個比賽... 過去踢了17場喔... 從... 那個... 4月底開始... 17場... 對... 已經到90分鐘了啦... 現在還沒有公布商品補習的時間... 5分鐘耶... 齁... 我在想說搞不好... 對... 對... 行員... 得加快啦... 時間... 不多啦... 剩三分鐘了... 不公了嗎... 行員真的要能夠成功... 送到前場做組織... 真的是很困難啊... 公的時候其實拉扯... 不了台電的空間... 但是跑出一個空間之後... 隊友也沒有送過去... 直接塞給他啊... 今天看起來... 行員這邊... 在送球這種慾望上... 真的是... 並沒有那麼的強烈喔... 前場也沒有太多的... 這種1、2、撞牆的配合... 也沒有太... 今天到目前了... 真的不得不講啊... 台電的這個方向...